大家好,欢迎回到可可频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好的事情 我买了智云稳定器 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也不是很致命,但是很麻烦的事情 就是稳定器上面的波子杆掉了 而且这个很容易掉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会那么容易掉 看得到吧,这个地方 这个波子杆掉了,你就没法去碰它了 这个波子杆,这个稳定器是第二次买的 第一次买的,那个是掉了的 后来找客户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我又没办法,又买了这个 这个东西配件呢,我不知道,仰静有的买 但实际上它网上是看不到的 但是这个波子杆真的很容易掉 所以它就只是这样插进去的 没有什么把它扣死的 所以你们放包里的时候呢 在拿出来之前呢,好好看一下 是不是很容易掉 这个真的很容易掉 所以大家小心小心 或者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会搞点东西固定起来 用一个 它就这样插进去的一个小孔 就这样子 没有什么固定的 没有可能 说 我想应该不能用胶水 用520胶水就固定 因为如果万一有问题 要拆机的话 这个就把不出来更容易 更大问题了 但是 有没有办法 能把它固定稍稍挠一点呢 这个要大家 要注意他们想想办法 好了,我们这个 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后续再分享一下 原合M2这个文件器的其他一些问题 或者说一些好处的优点 好吧 OK 拜拜